歡迎大家來到吳嘉賓的動漫廢物的港曼吵謝邦 你都還沒錄 留給Patreon的人聽 剛才那句 沒有加入的就沒有歡迎 沒有不歡迎他們 不是呀,沒有說了,對不起 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晚的港曼吵謝邦 收聽的方法 如果你現在在Youtube聽的話 其實你還有一個更加好的方法 就是月捐給我們 我們在Patreon每個月收你五元雞美金 如果你給港幣的話 我們是不會有東西給你聽的 因為你都不能錄進 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包括有主持人主場 有一些十方者 另外有一些突如其內機 有些有趣的外傳節目 都分享給你們 這個星期我們有很多節目 而特別要推介的是什麼呢 要特別推介的就是這個 阿Tim的FanCam版 FanCam特別版 我真的花了三個小時 剪了六分鐘的節目出來 是我已經很多年 沒有試過剪得這麼認真的一條聲 那些人問我 為什麼說這段影片的時候沒有圖 我屌你腦尾 這段影片的重點是聽阿Tim說話 你看到你把握什麼 合上雙眼 合上雙眼 用耳和心去聆聽 那你就知道阿Tim 對於美食的那個分享 究竟是怎樣 右上角呢 直播你現在看到 亦都有我們的PayMeQ 亦都歡迎你們 課金 或者是在我們的 Superchat 支持一下我們 剛剛這個星期 薑絲終於都完 即是我和薑絲有約會的聚張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兩本都完 為什麼你只提這本呢 還有哪一本 七英 七英不是上個星期完的嗎 不是 因為我們星期六出 是星期六出 哦 我覺得你這樣 就和那些仆街讀者一樣 我只是講一條timeline出來 那你又說我只是講timeline 那我真的只是講timeline 那我現在只是講 這個星期經驗絲終於完了 我沒有講過 智雲珍七英未完 是不是 你這個年紀就已經這樣 你這個人 沒有理由 我不相信 你應該很open的 思考上面 他open是對女兒 哦 ok 好 今次有個約會 怎樣 第二 依然在等的 快點說 第三集 今次最後一期 其實基本上上次 第一集出了放天佑 第二集就講馬小玲 第三集就開始講 他們兩個相遇的故事 其實 故事基本上和電視其實是 類近的 基本上是類近的 但裡面的故事是全新的 基本上 他都是講馬小玲接作去入東集團 是的 但本身如果你真的看電視 他們放天佑和馬小玲 真的撞在一起 接入東集團的作是鎮角石靈 是 但他這個只不過說是辦公室罵鬼 是 本身就應該是小玲第一次去搞這隻 鹹濕鬼 只有一個鹹濕經理 是 那個就沒有碰到放天佑 但這個就直接就已經是和放天佑 會有一些交集 所以又做了少少第二輯一開頭 在Catwalk Show裡面 那一場就是小玲 就已經和天佑 是朋友 認識 那時候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在叫毛破令和死差佬 是的 但是那時候他們已經是彈殭屍了 因為第二輯一開頭 但其實如果真的說他們兩個認識的話 當然你講第一輯來講 他們在日本都有相遇過 是的 但是如果現在講他們 因為第一輯的時候 在日本 雖然天佑和馬小玲是有合作 但是他們沒有被三本一夫請去的 那現在這個就是三本一夫的集團請他們去驅鬼 那同時間 其實他們只是請小玲 是的 有報警的 因為有報警的 那警察就上去做事 其實整個設定 你會看到馬小玲第一次捉鬼 上一期我們會看到 他在公司裡面有兩隻鬼 兩隻好像手那樣的鬼 一向左手那邊右手 是的 其實開頭以為只是隔壁的打閘幫忙 但原來在第三集 這一集裡面 就有顯示出他們是一個武器 就是一邊是火 一邊好像是雷 我不知道雷還是冰 雷啊 電擊雷 即是雷火 其實就沒有了沿著電視機裡面 馬小玲那支驅魔棒 是的 就完全是用這個手套的形式去放火 以及放電 可以看一下這幅圖了 就是這樣的 是的 當然 當然我作為一個經常打機的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這個手套 我是想起《Devil May Cry》 但是 它是 又火又雷呢 是像《One Piece》的《Big Mom》 即是大媽 它就是有兩塊魂的 好似一塊叫《宙斯》 即是用雷 另外用火那個 我忘記了哪個 其中一隻被Nami修復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它像那個設計 所以可能這個本身的設定都很普遍 所以大家都會有另外不同的投射下去 沒有了九字真言 即是臨兵鬥者 是嗎 它沒有數 它只是直接丟一條龍出來 金龍 就咬家人 沒有念 因為我想大家都會覺得 它飛過一幢大符走出來 然後念《臨兵鬥者》 《大街陣燃在前》 《珠邪》 那一刻是很經典的一幕 而且你會看到它有些手勢擺出來 我本身都期待 譬如和仔 可能用幾個細格 連續地畫他的手的變化 走去說回它整個結印的方法 那個結印我反而在 五四三看到黃玉龍 在如來神像那樣 不過它簡直 和仔這本書裡面 是條龍怎樣出來 是完全沒有畫過 一來就整個龍頭咬住 咬住 咬住了那些染魔鬼怪的 但其實它第二期在火塞裡用的那一刻 因為它不是解了那條手繩 那個封印 對 解了封印 然後龍一下咬死了那隻 他們的老師 不是同學 那是同學 咬死了它 那一刻 我覺得那條龍畫得很漂亮 其實今期那條龍都不差 只不過是中間過了很多 過程沒有了 沒有叫他出來那一下 就 我想作為這個系列的粉絲 有點失望 還有我今天看 因為我在看第一輯 我剛剛看到 裘叔找些遊魂野鬼 去警署上那些殭屍身 這一集 在故事裡面就沒有這個設定 即是它這個 裡面的殭屍是 不能讓鬼上身 是 它沒有畫出來 是 它簡直寫著說上不了身 不是 因為它的鬼都想放天有身 然後上不了 所以第一輯的故事都說過 三本一夫這些高度行 這些高度行的殭屍 不是那麼容易被鬼上身 就是 阿裘叔是有解釋過這件事 但是 呃 那也上不了三本一夫 不是 我意思是說 噢 即是放天有跟三本一夫同 是的 同歸的 所以上不了 但是 剛好我看到這一部分 就看到它有少少不同的解釋 還有算了 姜藥當年第一輯的時候 有些設定 經常改的 當然 一邊看一邊改的 其實說真的姜獅最好看 都是第二輯 其實你們覺得 因為殭屍說 漫畫小玲完全沒有符咒 沒有道術的東西 剛才也說了他沒有林兵鬥者 即是九字真言 其實你覺得這次和仔這樣改的話 會不會 差了或者好了呢 尤其你們有看電視 我不會 因為 你不會的意思是 不會好了還是不會差了呢 不會差了 因為電視劇 其實如果說小玲 其實他有幾多設定 譬如要有 夏敏昇修鬼 九字真言 那這些如果我覺得 放在漫畫上 會浪費了太多篇幅 因為一期你只有三十版 你解釋不得到這麼多 如果以這個設定 其實是 節奏快了 當然啦 以三期原的一個故事 他把它簡單化 我是明白的 但其實如果你把 道士這個角色 因為他現在的感覺不像一個懂道術的人 他真的像一個有異能的人 多於一個道士 其實如果你看回去的話 當然啦 這個我自己假設 他本身如果再寫下去 裘叔那些都不用寫下去 裘叔本身其中的功用就是 幫馬小玲 科研 是的 預備的道術 其實馬小玲根本上 用自己的能力 已經可以 可以搞定的話 裘叔支援這個角色就沒有了 裘叔只是幫 放天佑找 找屋 現在血都不用了 這次用雷火手套 可能下期是用火武箭去 然後 冰火condom 有很多不同武器 就像Doymon那樣 夠鬆啦 我真的不要吵我了 沒有啊 他這次 現在沒有說 他這隻 這個叫什麼 這個經理是流羅 可能之後有些困難 就需要有人幫助 導使就有用 對於一個 本身有看過 殭屍的劇集的人 我又覺得 會淡化了很多 馬小玲是導使這方面的 的 角色 因為始終他作為一個導使 他如果不是一個導使 純憑自己的能力的話 那他怎樣收 金正宗做徒弟呢 其實 其實 我在想會不會 因為這部 可能是 他為了要 就國內市場 他沒有了 可以刪除了導使 這些東西 你明白 他要 等一下 國內都可以有導使 導使下山 那個都是導使 不是豪使 那他想現代化一點 就不會變成整個 那就不關國內戰場事 那就純粹意外 四個現代化 不是要瘋了 不是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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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以Fox Network 來講 那些是否 不是 不是很好的表達 而現在這個方法 會好一點呢 就是阿天的好 好 對 對不起 我不明白什麼 不是很好的表達 就是 鬼佬市場 對 鬼佬市場 如果用導使那些 愛國人 不會 反而我覺得 那些鬼佬還想看導使 那些 如果你說這些的話 火影那些 不會在鬼佬那裏 他們經常在玩手印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給鬼佬看 馬斯瑩和羅倫 把圖目劍出來 他們更加開心 對 沒得猜的 就是自己說 還有我想說 如果你就國內市場 馬小玲應該是失業的 要麼沒得努 要麼沒得努 要麼沒有鬼 等等 所以他就在香港捉 不可以 不可以 香港有國安法之後 都不可以有鬼 應該 那不是寫國安法之前 誰衝就是鬼 誰戴面具就是鬼 好有很多鬼 不可以有鬼 有妖怪 所以Fox應該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市場應該向全世界 對 對 我 我多少都同意 就是 作為全世界 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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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中式的東西 可能那些鬼佬會喜歡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 雖然說 他這次用了這個 就是冰火手套 但是 冰雷 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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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火手套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他的行李箱 這個設定是沒有改 就是他一樣 不是 這個是沒有設定 就是他有個行李箱 有個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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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失去這段 至於 我覺得 最難 每個行李箱 都說 所有東西出來 說不定 尤其 如果你的設定 寫得好死的話 可能後續 就難一點 不過 我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樣 因為 說就說有 這個 叫什麼 網上 漫畫連載 就是重啟 殭屍會有 網上漫畫的 好像是 在仁哥的Facebook page說的 我沒有留意 我沒有留意 GAME GAME有 仁哥好像有提過 說有 漫畫連載 就是重啟年的時候 有漫畫連載 是不是金小文那個 最好是他畫 那個真的好看 很棒 那個馬小靈很過癮 對不起 原版是化妝傷 但我們男人都不懂 大人有大兩元 你當吧 你當吧 那有沒有說是誰畫 沒有 沒有看過 所以 因為你第一期出了劍橋的人次 那些人說是劍橋畫 第二期出了有貓的人次 但就沒有人開始說是有貓畫 再出小文的人次 大家就開始期待小文畫 GAME是小文 GAME是小文 三期來說 有人說是否改了 因為第三期就是三本一夫 其實沒有人說過是這樣的 和仔第一期的專欄 他有說過三期輸 今期是說放天右下 第二期是說馬小靈 第三期是三本一夫 但大致上我覺得還可以 你整期都以三本一夫來說 他不是 但因為今期都交代了三本一夫 為什麼會 因為其實日東集團 撞鬼這件事 如果你跟著殭屍的設定 其實三本一夫自己去搞那些鬼也可以 但他要特意邀請馬小靈過來 就是他想找回這個驅魔龍族 他要試他是不是真的驅魔龍族的鳥子 三本一夫 即是三本一夫 嘩到整個山湯納利 對,我們也是這樣說 他的髮型果然似 但他的五官 你見到他特意打了 鋼頭是髮型來的 對不起 鋼頭也是髮型來的 尤其他特意 因為你看到和仔近年來 他的畫風已經比較沒有這種劇畫風格 阿賈 對不起阿賈 阿賈 阿賈已經比較少用這種劇畫風的風格 把人描得很像一個真人 文理很仔細 即使他的老人 你想想 以前薩道的風先生 都不是用這種模式去畫的 所以他很明顯 我覺得這一格是 因為他反正出一次 之後不再是他們 都會的 三本龍一都會繼續出 我的意思不再是他畫 其他人畫到這樣 即是他給了這個基礎人設出來 其他人畫成怎樣是其他人的事 但他將他畫成新康納利 我覺得是他做過致敬 反正我只要畫一兩格 只要畫一兩格 我不需要長 我不需要永遠都把他變成這樣 反正因為三本一夫的樣子 不完全是這樣 所以 有人接手之後 他都會改 因為三本龍一很快 就變成三本沒有 即是他說是他的兒子 接手 日冬集團 所以這個樣子 不會保持很久 我自己覺得看完三期之後 都是那個感覺 是和仔起這個 聚焦起得很精彩 其實你看完三期之後 你是會期待到 到底 這件事可以怎樣繼續玩下去 到底譬如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在這三期裡面 他跟電視做了躍光的分野出來 如果他真的做到跟電視一模一樣 其實我沒有什麼期待的 你將東西畫作漫畫 但我看過了 因為他現在有不同 到底在漫畫的設定上 2020年會怎樣 Flytune一些東西 他甚至乎會不會 將一二三輯的某些設定 互相融合來使用 到底是怎樣呢 這件事都會令我想繼續看下去 當然 好像我們上一集 好像是上一集 也有聽眾在YouTube留言 就說他不喜歡和仔這種處理方法 畫完三期之後 就把這套作品放下給人 因為他說他的例子是西遊三 即西行紀三 我其實看了頭六七畫 我之後停了也沒有看 我不是那個不好看 因為我追追一下 在騰訊追我始終不習慣 但是文說都被人表得很厲害 因為我有看的 西遊第三部 那其實 那些畫那些是沒有東西的 正常的 但是 其實整個故事你會少了 因為你看和仔那些書 有一些很跳皮的東西出現 就是會有些很有趣的 或者有很多賤人 那些 但是他現在 發仔他畫的那些 那一本 變得很黃道 那些 變得很黃道 就是 扶持指孝 雙親相愛 賤的 是不是這些 是呀 快一點這些 立即播出來 你等我一會 這些好笑的東西 會沒有了 全部變得很正路 有個大佬 這個就是奸角 他不會有些什麼 什麼的 取得 你不會到最後 原來是 是有什麼驚喜給你 那 是沒有和仔寫得那麼精彩的 是呀 就如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格 那樣 復生抽水 對 什麼復生抽水 阿姨是抽狗 復生水 阿姨波盾復生 對 這個不是就是 小青 都想努力 對 如果你真的看真點 復生拿著那本書 是寫著快一點 快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旁邊有個年輕人 他寫著我會 對呀 你轉個頭 下一集如果有第四期的話 放復生就要打ps5的了 哈哈哈哈 就不做了 但這張圖的第一個反應呢 我會想起 譚真一 譚真一 但是 其實 姜若一的時候 復生有抽水這個動作 都是保留了的 他會去摸 真正的手去摸 是 所以其實阿Sunny剛才說 阿和仔這樣寫呢 其實是反而會有一些 追漢性的 想看他會改成怎樣 不過 這個始終都是三期遠的一個罪章 那 不知道 不過他之後找人寫 我就 就算他在騰訊 我也是會看的了 我自己覺得這樣 對我來說 如果是繼續和仔做下去 我當然都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喜歡看和仔的書 但是你說 如果和仔可以做到一個工作 是幫大家可能起機 是年輕人的跑道 是 和仔做這些事嗎 是 就是如果 如果做到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起到一些IP 給不同人的去試一下做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 他可以做到一個 可能譬如創作總監的位置 的 我想在他的立場 在他的收入方面 都會有不錯的一個發展 另外的是 當然要看實際的 到底和仔會參與多少 我想我們對和仔的東西有信心 是因為 往直看下來 他去統籌一些計劃 出來的效果都不差 例如 我們一直看一些 例如火龍 是不差的 火龍不差 你看看現在搞到火龍果的品牌多漂亮 很多人都吃火龍果 然後他的姊妹做麒麟果 也越來越受歡迎 是 和仔一直的作品 這樣去看 大家都看到他是 一些有此有中的作品 我們會看到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一個監督的位置去看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 等等 SUNNY真的是一個仆街 剛剛才說完火龍 轉過頭去說有此有中 這個不就是這樣 你飽在我身上的仆街 就是這樣 但其實他說就是 如果他純粹是監獸 或者撞了總監獸 會有的 但是 到底如果和仔去了這個位置 可不可以有更多和仔風格的作品出到 即是故事走向的風格 而不是畫風 因為是假的 其實現在其實都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要看一下和仔參與的程度有多高 即是看看哪個做 即是哪個畫 哪個主編 譬如你如果真的是小民接手的 其實他很難保留到和仔 因為他的東西是自然過和仔 你保留了和仔的風格 就不是小民的東西就不好看 如果他保留和仔的東西 就發揮不了自己的東西 是啊 所以都好看哪個接手 但我覺得和仔如果去嘗試這個崗位的話 未嘗不可 但我希望的就是 譬如他坐 譬如說他是監修、監督、創作總監那些 希望他真的會參與 不要是掛名那類 我會希望他監修、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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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穿緊一點 我感覺上 是 另外 三期薑藥之後 下個星期在平安夜 十二月二十四日 和仔在所謂耶穌 雖然大家現在說不是 因為太陽神的生日 耶穌的單身前夜 出露西伯 這個墮天師露西伯 是 你想說些甚麼呢 沒有啊 就是和仔到底會教大家怎樣露西的方法 你明明為何要選那一天出 平安夜 平安夜 買給女兒看 那你就知道如何露西 我不是很明白這三個字 你可不可以做一次給我 你解釋不到可以做的 不是啊 他是等些人約女兒的時候 今晚怎麼叫她博夜呢 咦?有沒有知教露西嗎 我不是說問女兒 我不是很明白的 你解釋不到的 我知道 你做一次給我看 不用啦 給那本書的封面她應該知道的 不過之前不是很多謠言 寫甚麼殺道啊 又說甚麼 但是真的想不到她會寫 最初是寫完薑絲 接著寫風神景外傳 應該這樣說 在西游的訪談 即是動畫版上HMVOD 所以她做那個訪問的時候 和仔講過是有三套短編的 是啦 她說她想三套短編的 所以在野狼兒 姜若和露西法之後 那一套應該就是她所說的中編 根據微博上面 和仔的微博應該是 那應該就是黑龍 黑龍 黑龍外主 不是啊 這套出草了什麼 是金龍來的 但是這套黑到這樣 都叫金龍 是呀 太陽射得不好 是否寫黑龍 和仔大人的微博就寫 落實 無好 先畫黑龍轉 再畫妖怪道 希望大家支持 就是這樣 妖怪道就是西游 那殺道呢 可能再之後 2021年那麼長 最慘的是 那些人誤會黑龍轉 是 黑龍 黑龍 連和仔也誤會龍虎們 沒得救的 這個世界 廣晚沒得救的 完全沒得救 如果她要抽 應該把我和姜少約會的罪章 寫作馬小凌轉 那就抽得好 馬小凌轉 但是第一期說放瘋油 所以 所以 美國應該是確定的 所以 路西法應該是四期 四期 四期之後應該是黑龍轉 就是 風神幾的外轉 還有我自己有個想法 站在公司的立場去看 寫風神應該會比寫殺道更有發展 因為風神在國內已經有動畫版 如果她再做黑龍的話 可以有其他的 伸展了 正如阿修羅 其實你也會期待她 可能做過西遊的外轉動畫 就像《再見悟空》那些 就是永續西遊記 至少我覺得風神應該會容易打通 因為本身殺道整個設定 要在大陸做流通應該比較難 那不同的 始終 風神演義和西遊記這兩個古典IP 是你大陸一直都玩了很多年 玩完 怎麼都不難的 但是殺道不是 因為殺道是她自己 她自己原創的 我希望遲些可以變回是她自己原創的 因為 古典不是不能改的 很多人都改古典 龍珠都改古典 但是 多少可能有一點點限制 相對地 那你可以改到九菜都可以 那最後幾個都可以 和仔都玩得多 和仔通常他改出來 都很驚喜 但是 如果能夠跳出這個框架 看到和仔造成的世界 我都會開心 你說這個世界 和仔都造成一個屬於風神紀的世界 造成一個屬於拒討西遊的世界 都是的 但是如果有一個零開始的世界 我會覺得 有趣一點 Tryor說 強國喜歡一些修仙霸道總裁等等的故事 可能是 四三本一夫都霸道總裁 那你要找FOX買版權 驅魔龍族傳 好像說之後那一套 哪一套 哪一套 我和姜師有約會 是呀 改了名字 在大陸有兩個 他說有兩個名字 在第一期 好像有提過 有提過 這個brand 在大陸發展會改成兩個名字 做兩條支線 我猜因為 我和姜師有約會 這個名字是否在大陸不能用 可能是 因為第三期的專欄 其實你有陳十三 他有說姜藥的前轉是 即是 你放得完才 OKOKOK 放得完才OK 他說一個是說這個 叫做 放天又被咬成姜師之後 身心轉變和馬曉靈的故事 那這個就會是 那個叫什麼 剛才忘記了那個名字 驅魔龍族傳 驅魔龍族傳 另外那個是愛情故事 馬曉靈的愛情故事 有網友說 我們那個 我和新疆有約會 希望我們 希望我們 在我們的普通話 頻道裡面加這個節目 很難的 要說棉花產業那些 不是每個台都這麼有專業 可以做到 我和新疆有約會很難說 可以啊 我話說都編過日大月後 就是用新疆做背景 我可以用國語 讀回那八旗出來 哈哈哈 是 這樣咯 八爪魚的 新疆的八爪魚 你聽過沒有 八爪魚的普通話 應該怎麼讀啊 八爪魚 標準 標準 港產的普通話 是這樣的 我們這些叫港產 是 那 我和姜B有約會 這些是Viu 是 是 今節 我們講完路西法 的余告 還有 我和姜B有約會 也剛才宣傳了我們的新節目 我和新疆有約會 那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有 不太怕的 拉不到我們的 不是 我看你不斷開新節目 全部都是一集完 不是 單到六萬有下一集 噢 是啊 單到七萬一集 不知道什麼時候 很多六萬的 四隻 一輯四期 哈哈哈 那你被人降了 就沒有了 副牌七千的 就有五隻 好 那今集 不是 兩次 今節節目時間到這裏 稍後回來繼續說 瑪姐幫